哈喽,大家好呀,今天是面试爱好者的狂欢,皮薄酥脆,一口豹脂的新疆烤包子来了 今天分享的是迪卡版的烤包子 200克全面面粉,加一小勺盐,加一个鸡蛋,先搅拌一下 然后放入5克橄榄油,90克水少量多次加入 用筷子搅拌成絮状后,入成光滑的面团 水一定要少量多次,根据面团的细水性来调节 柔好的面团盖上保鲜膜醒发20分钟 今天做的是牛肉馅的 牛肉一定要用硬硬的鲤鸡肉 切成小丁后先腌制一下 做料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调节 但是自然粉建议多放一点 烤包子的鸣魂就是自然香啦 拌好后就放一边备用 再来切个洋葱丁 横着来几刀,竖着来几刀 切记,我不不能切断 肉馅先炒一下会比较香 洋葱炒着断身后,加入牛肉丁继续翻炒 饼鸡肉熟得比较快 热气层层的菜看着就很有食欲了 拿出刚刚入好的面团,揉搓成长条 笔划了一下,可以切成又快 用擀面杖擀成薄薄的长舌形或者方形 自己做的烤包子肉馅可以多点 撒上一层葱花,吃起来会更香 四面折叠起来,中间记得捏紧 方方正正的,像小被子一样 如果,你觉得还是不会做 那就拿出夹你的手抓饼 只需放入肉馅和葱花 带饼皮软化后,折叠起来 然后表层,刷上蛋液 我撒了黑白芝麻,感觉更好看点 烤箱200度烤25分钟 好了,出炉啦 又能在家解锁一道民宿美食啦 皮薄酥脆,一口包汁,你们学费了吗 如果还不会,就叫妈妈吧,我是不是很聪明 aroma楼